8日路透社报导 一位美国高阶官员表示 美国计划在2022年1月 投资全球10个大型基础建设项目 报导指出 这是G7七大工业国组织 对抗中共一带一路的行动之一 这名官员表示 11月初 由副国家安全顾问辛赫率领的 美国代表团访问非洲 在塞尼加尔和加纳 确定了至少10个预选项目 他还说 代表团官员与当地政府 和私营部门的领导人会面 他们正在寻找G7在6月发起的 重建更好世界计划要资助的建案 这名官员表示 今年12月的七国集团会议 可能就会确定最后计划 他还表示 今年9月 有另一个美国政府代表团 在拉丁美洲进行了类似访问 今年底前 还将有一个代表团访问亚洲 另外 美国商务部7号宣布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将在15号到18号访问亚洲 先后前往日本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这是雷蒙多上任后 首次访问亚洲 新闻稿指出 雷蒙多部长将和政府领导人 和私营部门合作伙伴会面 讨论关键领域 例如供应链弹性 数位经济和技术 通用标准和支持区域基础设施项目 新唐人亚太电视章麒麟 综合报道 致隐身格不关注区域基硂的 致隐身格不关注区域基础设施项目 很正常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